哈嘍歡迎來到我們的頻道 喜歡頻道的朋友記得幫我們按訂閱加分享還有開啟小鈴鐺 海龍大家都看過 但是你們知道海龍這個奇怪的藻類到底怎麼還來 其實海龍他都是從國外進化的 因為海龍他需要活在很乾淨的水域裡面 而且海龍他原本不是長這樣子圈圈的 他原本是一條長條牆的 就像這個青一樣是一個長條牆 但是為了方便把海龍組織 所以他會割出一條像電波線的這種形狀 那海龍的刻骨今天就成到這裡 那我們接著就來處理我們的材料了 我們先把蒜頭處理起來 這裡的蒜頭就只需要開開 然後把皮剝掉就可以了 完全不需要切 那接著我們來處理我們的蔥段 我們蔥段大概切成4-5公分的長度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把蔥跟辣椒放在一場 接著我們來處理海龍 海龍因為他來的時候長度不一樣 所以我們需要整理一下 我們把海龍每條切在大概4-5公分左右的長度 那比較短的部分我們就直接把它收入 然後把一些長的另外挑出來 那挑出來海龍啊我們把它擺放成長 然後擺放整齊再來切我們要的大材料 那接著我們就來介紹今天的材料 就是九層桃、海龍、青蔥、辣椒還有蒜頭 下面的圖片就是我們今天所有的材料 那我們要煮海龍之前啊 要先把海龍燙好 我們剛剛已經先煮一波熱水了 那然後我們要燙海龍之前啊 先在水裡面加一些鹽巴 然後再加一些白醋 我們讓海龍燙大概3分鐘左右 盡量把海龍燙軟一點 這樣我們等一下在炒的時候才不用燜得太久 然後在海龍的硬度不是每次買回來都一樣 所以要燜多久的這個時間 大家還是要平均天下來刷一下 那燙好以後我們就先烙才可以用 接著我們就燒一個鍋子 等有熱的時候我們就把蒜頭放下來煎一下 沒有切碎的蒜頭啊 我們可以把它當成整顆的配菜來吃 而且這樣煎出來的味道啊 其實跟我們平均切碎就不會有什麼差別 所以蒜頭不需要每次都要切碎 那我們煎好蒜頭之後啊 我們就把剛剛燙好的海龍放下來 稍微的拌炒一下之後啊 我們就加一些火點鹽 然後等米酒下來之後 我們就加一些白糖 金一粉 再淋一些醬油 那接著我們就加蓋讓它燜一下 我們大約燜30秒左右就可以先鋪乾了 然後掀開來之後啊 我們會看到海龍它本身也是會出一些水 所以現在的水看起來很多 但是沒關係 這個時候啊 我們就把蔥段跟辣椒放進來 稍微的拌炒一下 然後接著我們就把九層塔塗在菜的上面 然後我們就加蓋 悶到九層塔的味道放出來就可以開蓋了 然後我們稍微勾芯一下就可以準備出鍋了 海龍它本身含有很豐富的水母精纖維 以及高蓋又含有不飽和紫龍的能力 它很適合人體吸收 所以下次看到海龍 一定要買回來做一看 那我們今天這套菜就分享到這裡了 有問題的朋友歡迎你們 下次見 有問題的朋友 我們下午三天 我們下午三天 也要分享這個朋友 哪有說 大家會想站在音樂 我們下午三天 也要ites IX